这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专门照顾这些老残病 最需要也最难照顾的宠物 但是当你想清楚了 目标就是给幸福多一些机会 就能够继续做下去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带你看的 这个人也想得很清楚 他不只是开冰淇淋店买冰淇淋 他要当冰淇淋师研究冰淇淋 不希望就是我们模糊 我们自己店的家里 就是一个冰淇淋店 就是我们冬天也有冬天的客人 夏天也有冬天 当然一定人数比较少 只是很正常因为人的关系 我还是希望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 冬天也可以吃冰淇淋 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事情 想得太简单 你就失去了追求梦想的动力 就像如果想说冰淇淋不是都一样 卖冰就是卖冰 那你就失去了 可以把事情做得不一样的机会 就像这位主角 他不只是冰淇淋店的老板 他是冰淇淋师 用专业的态度所研究出来的 各种不同口味配方 甚至有专门适合冬天吃的冰淇淋口味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选择早一点来 早点来不止处理等一下上课的投影连线 学员们的试吃教材也要先准备 每位同学各两杯 一白一浅黄都是香草冰淇淋 只是说这个加了蛋黄 所以相对的因为它的油脂比较高 因为蛋黄的油脂大概32左右 所以它油脂比较高 所以它就会变比较厚重 对那比较厚重的时候 它吃起来的感觉就会跟 这个原来白色是完全不太一样 对 这个不一样没有摆在一起比不会去注意 反正就是冰淇淋嘛 冰冰甜甜不是就好了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吃力的 就像我们要蒸人的时候会非常的尴尬 就比如说我今天蒸人 然后每个人在面试的时候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因为每个人说我想做西点师傅 面包师傅 西餐师傅 日式料理师傅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说 我要做冰淇淋师傅 冰淇淋师傅是什么 而陈千玄就是个冰淇淋师 那通常我们的一次冰淇淋 就是-12到-15度 对 所以我们大概都开始-12到-13左右 所以它现在就开始打冷 然后所以大概我们 就像烘焙师傅要掌握各种发酵温度 烘烤温度 冰淇淋师的世界里 零下的各个温度区间 在冷冰冰当中也各自有区别 对 其实冰淇淋 如果温度一跑掉 它就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所以我们对这个都很重要 一定是它确定温度是OK的时候 我们才会把冰拿出来 而把冰拿出来之前 要忙的事还很多 多种口味每天变着 现在在做的这个伯爵奶茶口味 还不在今天的黑板上 其实没有热 其实在冰淇淋最吃亏的就是 冰淇淋要是在冷冻的情况下 食物都是没有味道的 对 闻不到香味 它没有香味 食物一定要热的才有香味 如何让冰淇淋在进入口中融化 那一刻有香气散到鼻腔 就要有些规划 例如茶粉改抹多细 怎么萃取 用水吗 还是用淋奶 其实冰淇淋它难在难在 一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去设定这个配方 好 这些东西 而这个配方中 水分 糖 脂肪各有一定区间 不然不会是好吃的冰 可是不同茶叶味道有轻有重 吸水率也不同 牛奶跟鲜奶油脂肪量够稳定嘛 还有鲜奶油里的胶体 含量又是多少 水果的话 含糖量也各不一样 冰淇淋师都要知道 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你了解越不深 你就会觉得这东西很简单 就像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设计也是很吃亏 就是很多人做设计 说了很久 然后有人看到图就说 这不是很简单吗 就觉得这谁都会画 可是可能人家已经想了很多的构思 其实我觉得就是专业 当你进到这个专业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 每一个职业都是一个专业 绝对不会是这么轻松的 而陈千玄也曾在 另一个专业下过功夫 而且跟眼前的一些不相干 陈千玄的爸爸是建筑师 所以他念电机相关 一度打算夫子一起工作 可是人生总有一些可视 对于建筑来讲 它可以变很多的变化 新的建材 新的料 或是新的样貌之类都可以变 可是对我们来讲没有 一个房间 两个插头 固定的 了解了原来是那样的工作 陈千玄却步了 可是放弃三年高职 四年大学的功课之后 又要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在甜点很常做 比如说柠檬塔 这发生甜点一定有 对 可是你怎么做 上面这个削的动作 其实就会蛮大的落差 对啊 当年陈千玄就是去学做甜点 甜点确实不无聊 变化多 不过再怎么变 拿会苦的葡萄又做冰 还是蛮大胆的 陈千玄还居然在里面 加了一般是咖喱在用的小豆蔻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设定是香料 那我们希望一个香料是 它是比较有趣的 大家少接触到 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香气 然后最后变葡萄又 然后最后带一点苦 可是你根本就会 因为这个香气而忘记这个苦味 而这样的结果不靠瞎捧 陈千玄跟伙伴做了很多试验 就像当初转做甜点 他又努力让爸爸看见 那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我记得我早上去上班 好像五六点 然后我都到十几 十点多才回家 回到家我洗个澡 躺在沙发上我就睡着 我根本没有上床去睡 然后早上又出门 那是他去蛋糕店当学徒的时候 我已经念了七年电机 我以餐饮业来讲 我可能已经少别人七年了 那我要怎么追上他们 所以我一定要更努力 陈千玄的努力 还有后来听师傅建议 进一步去法国进修 只是他英文很糟 法文不会 那当然也又是一段辛苦的岁月 不过陈千玄不只熬到证书 还熬到好几位Moff大师 点名给他鼓励 很多好朋友或是亲戚 就会说 那我送我儿子去法国学怎么样 我送我儿子去日本学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你送他去 如果今天你的儿子 自己跟你说他要去法国 或他自己跟你说他要去日本 我觉得这个才有用 是自己想学才会用心用力 不过说到处理巧克力 做冰淇淋 陈千玄强调 其实在法式甜点 那都又各自是一片专业领域 他会专注在冰淇淋 是在回台湾之后一个姻缘机会 拿到冠军 那其实是第二届 第一届我拿了亚军 那时候陈千玄在食材进口公司 当技师 公司要做冰淇淋生意 所以派技师参加比赛 我觉得如果第一次拿冠军 我可能就不会像现在 这么努力去做这些事 也是因为我第一次 没有拿冠军之后 我就觉得说不行 我下次一定要 那冰当然是也是弄得 那时候想得非常短 就是用台湾的特色 早在2014的时候 我就已经用红礼了 也用了次冲了 只是相较于咖啡面包 十年来在台湾蓬勃发展 冰淇淋产业经过两次大赛 不见更上层楼 是大家不够了解吧 所以局限了对这个产业发展的想象 就连你今天去书店找中文的冰淇淋书 没有 就连你今天去学校找要开冰淇淋课 没有 那大家要怎么进步 陈千玄因此再次大胆行动 放下稳定的食材即时工作 创业开冰淇淋店 是因为当初我在做推广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会指引就说 你都只会说 那你试着做看看啊 对哪有那么简单 或是说怎么怎么样 这很简单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那不然就是我们自己弄一间店为根本 那我们出去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更有说服力 那其实我们是开店两年半之后 我们才换这一台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台 那一台是三十年前的 我开店的时候呢 就是用那一台 然后我们一直用它 去赚到这一台 对一路走来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可是就是等于说 有时候两年我们 经过两年半 我们才可能才是设备才补齐 那时的辛苦 很多是为了要在不足的设备中 维持冰的品质 意识冰淇淋中有个叫 So bad的分类 很多人以为就是冰啥 陈千寻说并不是 因为它少了油奶的成分 就没有油脂 虽然看起来不是这么的 creamy的感觉 可是其实吃起来 它是一样的表情 确实没特别提 以为就是吃冰淇淋 只是比较清爽的冰淇淋 这是刚刚陈千寻熬煮的焦糖苹果 做出的So bad 或者叫雪绿 这次来说做出来就会很久 一开始就会比较冰淇淋 可是做的是因为 很多的保持冰淇淋 状态当时出现的影响 结果就是因为不知道不会分辨 变质的冰我们可能也照吃补物 为了让大家了解冰淇淋 怎么样才对 陈千寻五年前就开始 休假日不休息 到处去讲课 那个香草的味道不一样 其实跟我们的茶是一样的 茶也有各种不一样的口味 巧克力也有各种不一样 是蛮辛苦的 可是因为平常真的上班 就没有时间做推广 那其实冰真的是 比较少人去做这个教学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就是推广让大家知道 其实学会冰淇淋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只是一个开端 就是让大家有点兴趣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是 认识食材 认识以后就比较不会做出 没风味或变质的东西 辜负好食材了 甚至同一个食材 可以做出很多变化 好 先吃白的再吃黄的 好 你们怎么去感受 第一个 我要你们感受 吃的时候一进去的温度 一吃进去是很冰 还是不会冰 好 第二个呢 我要你们感受的是 你吃进去之后 化掉就不见了 还是吃进去之后 它会停留在你嘴巴 口腔里面 因为可以变化 没道理在冬天 要放弃吃冰淇淋的愉悦 所以陈千玄的店 冬季主力也还是冰 就是不希望就是我们 模糊我们自己店的家里 我们就是一个冰淇淋店 开房那天其实有些寒意 但客人一下子聚了一群 什么不好就是我们冬天也有冬天的客人 夏天也有 当然一定人数比较少 这是很正常 因为冷的关系 可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 冬天也可以吃饼 还像这样客人站在黑板前选择困难的画面 冬天照样出现 因为口味选择一样多 陈千玄有这么个小标语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 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其实我觉得困难就一定是花时间 那我都会有一个关系就是 既然我们时间花下去 总是要有点学点东西要有进步 今天比昨天更好 那其实就会一直不断地进步 对啊 就像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些不同 不知不觉中就快三百种 三百种口味好多啊 陈千玄笑说 拆开来分春夏的秋冬的 各一百五十还好啊 它在小白板上还有很多构想啊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互动 对 你就可以跟客人聊天 啊 这个很好玩啊 很好笑 哎 很好吃 那我觉得就会多 不管多聊一句话两句话 其实都会对它再一次回来 会有很大的帮助 终点还是要好吃 而且是让人眼睛一亮地好吃 不然是没办法获得这些肯定的 其实大家也觉得很不可惜 我这么小一间店 只是一个冰淇淋店 可是竟然有这么多的莫福来过 然后留下签名 对啊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写 这是莫福嘛 然后这是莫福 这是莫福 然后这个是世界冠军 其实你可以看 不过陈千玄没把这些张扬在店头 他放在厨房里 当成是每天的提醒 朝着那些大师的高度不断努力 我觉得我在做这个冰淇淋之中 找到非常多的乐趣 那也因为它我认识了非常多的好朋友 很不容易就是你的工作跟你喜欢的事是同一个 这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一定要这样子才会做得久 然后一定要这样子你才会有更多的心想法 不然 这段过程会有很多忐忑吧 不过感不一样 有时会有想不到的收获 譬如冬天吃冰这件事 光是想着身上就发冷 不过除了可以尝到跟夏天不同的另一批口味 陈千玄说 冬天冰淇淋融化的慢 刚好又在品尝 那是一种在夏日享受不到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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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着那个说哪里 会应该真正的一些 感谢观看